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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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道 不知帝君今日和小九来我逃临 所为何事 东华帝君喝了口茶说道 无甚大事 只是夕儿想出来走走 嗯 我想出来走走 另外想着跟四叔交接一下东荒的政务 如今圆圆也过了一百岁了 这正是还是我自己来吧 免得累坏了四叔 玉璽抿嘴微笑着说道 哎呀 小九 你四叔要是听到你如此说 估计的开心的不得了吧 哲言惊喜的说道 玉璽应道 嗯 我想也是 四叔这么不喜欢拘束的人 我东荒正是困了他这么许久 也真是难为他了 好在 有上神帮衬 想来白真上神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吧 东华帝君品了口茶 一本正经的说道 哲言暗自白了眼东华帝君说道 不想搭理你 玉璽也喝了一口茶说道 那今日小九做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也算了表谢意 可好 汐儿 你会不会累着 东华帝君一听玉璽要去准备膳食 抢先问道 哲言说道 果真吗 我和你四叔可是想念得紧啊 东华 我不累 你在这儿跟哲言下个棋 聊个天什么的 我去准备 很快就好 对于在桃林轻车熟路的玉璽来说 混迹桃林的时间 几乎是与在青秋狐狸洞均分的 玉璽去了厨房忙活去了 偌大的桃林能够看得见的便是 东华帝君和哲言二人坐在石桌边 喝着茶聊着天 偶尔笑一笑 偶尔皱个眉 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大事一般的 帝君 这是打算让玉璽接手证物了 哲言替东华帝君蓄了杯水说道 东华帝君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道 他有他的责任 他必须肩负起这样的责任 我可以帮他分担 但是他还是想要自己承担 慢慢来吧 他长大了 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了 水都左右不了 哲言点点头说道 也对白家的丫头都是死心眼而来着 水都左右不了 这一点帝君该是有体会 不是吗 呵呵 东华帝君笑了笑 不过有件事我必须的提醒帝君 小九虽然生下滚滚 你将有两百多年了 身体虽然已恢复得差不多了 现在又有了圆圆 但是他为你施展了太多次对先体有损的先法 实在不是一再怀孩子的好时机 还是要好好调养 所以帝君的多注意 哲言说完自觉有些尴尬 不过他觉得还是得说 刚才看玉兮的脸色虽已大好 若想再有一个孩子 还需从长记忆 东华帝君愣了一下 随即说道 本来希儿不打算让我和圆圆过来 我来此也是想向上神讨些东西 什么 哲言好奇地问道 东华帝君直言道 必此要或者必此逃 哲言文言有些惊讶 帝君这是 东华帝君说道 上神刚才提到的问题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 我不想希儿再受一次那样的痛苦 所以不打算再让希儿有孕 这 帝君跟小九商量过吗 哲言有些迟疑 没有 我知道他不会同意 东华帝君略微摇了摇头 你知道九丫头精通医学 难道不怕丫头知道了生气 跟你闹 哲言瞪大了眼睛说道 我会一直瞒着他 不会让他知道的 东华帝君坚定地说道 既然帝君决定了 那我做了这个帮凶 他日若是你们打算再要孩子了 来寻我 我自会给二位配好条理的汤药 哲言语气道是相当诚恳 多谢上神 东华帝君微微点头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闭此桃吧 小九喜欢吃桃子 也不会有所怀疑 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瞒过精通医学的九丫头的办法 哲言想了想说道 东华帝君说道 好 你们在聊什么呢 什么好啊 我们圆圆玩的好 是不是啊 白针抱着圆圆 稳稳的从壁方身上落下 款款走来 你们回来了 也没说什么 就是跟帝君说 你这么喜欢圆圆 小家伙也喜欢你 下次多带来玩一玩 哲言解释道 老凤凰 你可算说到点子上了 那就多谢帝君了 白针略微欠身行礼道 上神客气 我去看看希儿 劳烦圆圆先替我看着点儿 东华帝君想着说了这么久的话 希儿也忙活一会儿了 看看如何了 放心 我们肯定没问题 是吧 圆圆 白针与圆圆拱了拱头 说道 惹得圆圆都 咯咯咯 笑出了声 东华帝君慢慢走去了厨房找玉琪去了 白针可是玩心大发了 问道 圆圆 我们让老凤凰辈一辈可好 白针幻笑道 稚嫩的圆圆一听 到底还是一个一百岁的孩子 虽说行为被女娲娘娘纠正过了 但是到了十里 桃林还是解放了天性 嘴里便冒出了 背背 这样的字眼 可乐化了白针 珍珍 你这可是 折眼有些无语 来吧 我这可是在帮你 你瞧瞧你被两个小娃娃嫌弃 你还嘚瑟了什么劲儿 来吧 我们圆圆飞喽 白针说完 便把圆圆架到了哲言的脖子上 哲言无可奈何 只得杨庄笑脸小跑着 握着小圆圆的手敞开了 杨庄飞翔的状态 圆圆被逗得笑不停 白针也笑得前腹后腰的 这笑声连厨房都听见了 玉琪端着餐盘 东华帝君紧随其后 走了过来 四叔什么是笑得如此开心啊 玉琪看到自家四叔笑得如此 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待她看到那棵桃树后的圆圆和折颜时 吓了大跳 连忙说道 圆圆 你怎么爬到折颜头上来 赶紧下来 母帝将你的礼仪你都白雪了 玉琪放下手中的餐盘于石桌上 赶忙去抱下圆圆 没想到刚抱下圆圆 小家伙就 哇 第一声哭了起来 东华帝君健壮 赶忙上前去接过滚滚哄道 圆圆 父君背 可好 小可怜哭着喊着 父君 双手伸过去抱着东华帝君 撇着嘴看着玉琪 冷哼一声 趴到了东华帝君的肩上 东华 你这样会把她宠坏的 玉琪无语 小九 圆圆还小 乱慢来 你小时候比她顽皮多了 白针拍拍玉琪的肩膀安慰道 小九无碍事 我这是在与圆圆培养感情呢 我这么讨喜的一个人 居然这家伙不喜欢我 那我岂不是没面子 对吧 连哲言都说话了 玉琪也是无奈了 玉琪看了面前的三个男人 看了摊手说道 以后她要是变成个浑石小魔王 可不怪我 玉琪这句话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好了 都别笑了 吃饭吧 不然都凉了 玉琪招呼道 好 好久没尝到小九的饭菜了 帝君请 白针伸手做请状 开饭 都别客气 新娘的桃花醉 奉上 哲言袖子一挥 一坛桃花醉出现在了石桌上 来 东华 把圆圆给我吧 你跟哲言四叔喝几杯 我来带 玉琪大方的说道 哦不对 四叔你不能喝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